今天又要拍一个视频 讲的是专业过程中 专业过程中的 这些水槽已经弄好了 弄好了之后 测试水怎么流下去了 然后就发现水流不了 消失了 因为你全新的东西 外面也是全新的 如果说流不了 也有可能 没有把水管给接起来 就是 外面有三条管子 可能有一条管子 被土压住了 或者他们就根本没有留意 就把一条管子给出入过去的 这就是专业过程中的出发 你自己也意想不到 你看当时地板也扶好了 外面也扶好了 就给它开工了 水流不了 排屋也接好了 水流不走 然后呢 又要跟那个人沟通 可是马上又要开门了 怎么办呢 今天还要把外面的地再挖开来 再把那个水管 叫工人把他接起来 还好他们有在这里做工 要是没有工程 要不是拖好几天 对不对 所以有些东西 这个 自己不盯着 真的是 没法搞 你看 烂丁在挖烂的时候 自己还盯着的人 都给 这样都给他漏过去了 以为 挖手机一挖 什么都搞定了 鼓掌了 弄得很好 弄得很漂亮 哇 冤死了 弄得睡觉都没睡好 而且 小朋友知道事情 那个 根本就说了 很累人吧 这期到这里 谢谢收看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